怀疑妹妹是小三 姐姐打死妹妹 高雄47岁无姓女子 因为怀疑曾罹患躁郁症的妹妹 介入她和老公之间 与妹妹大打出手 千万妹妹伤重死亡 警方到场时 她还大喇喇躺床上 她老公表示 老婆的妹妹上月到她家借住 案发前 夫妻因为房租问题闹得不愉快 后来老婆看到妹妹在和她喝酒 怀疑妹妹是小三 清晨她听到姐妹吵架 吵了太久她忍不住去查看 看到姐妹护扯头发打得很凶 她想劝架 老婆还咬她手臂 接着老婆把妹妹推倒 还坐妹妹身上 她赶紧报警 不过嫌犯公称 是老公和妹妹一起打她 她出于自卫才推妹妹一把 妹妹摔倒 她重心不稳坐到妹妹身上 警方到场时 妹妹已无呼吸心跳 姐妹发生争执的房间一片凌乱 连玻璃都打破了 警方调查 姐妹平时感情不错 推测姐姐促进大发 双方都情绪失控 才酿成悲剧 讯后依杀人罪嫌 将她送办 动新闻高雄报导